佳希 你在 佳希 你干嘛呢 看公司内网 内网 有什么新消息吗 没什么 没什么 我看看 莫菲 你那长把古道 在美日市上销量第一 真的吗 对呀 你看 你俩聊 我去工作了 别走啊 佳希 这么大的喜事 应该让莫菲请客呀 你说让莫菲请我们吃点什么好呢 那你们想吃什么 随便点 告诉我 要吃什么 你们看着点吧 那我随便点了啊 这就是你让下面人做的设计图 我辛辛苦苦弄的明远概念图 你就是这些东西来糊弄我 正航到底是你办事不力 还是海洋就根本就没有下单的设计师了 白总 您别生气 这么长时间了 咱们公司这些设计师的情况 您也了解了 大多都是一些循规蹈矩的人 这些设计对他们来说 已经算是创新了 所以你现在是来替他们说话吗 没有没有 白总 您千万别误会 我真的是识话 我非 才是废物 正航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一周之内必须交出让我满意的设计图 否则你跟他们一起混 白总 好 喂 小曼 佳希 你睡了吗 还没啊 怎么了这么晚 我想问问你有没有认识什么厉害的设计师 把你给我的那张概念图 变成完整的设计 我要被我们公司那些设计师给气死 叼走回去 从小到大 不管什么游戏我拿来 马上能上手 就是着迷 当然跟您父亲没法比 您父亲是这个 咱们游戏界的态度群妹 我们还是小学生 我就想着呢 这个还得向着您父亲多学习 我们的 叶焕 没事 对 我想着有机会啊 能那个 亲自摆访和您父亲的 好好聊聊探讨探讨 学习学习 不知道 其实我还是挺欣赏你的 我在我父亲面前说了你不少好话 那是吗 所以呢 他现在啊 对你的项目也特别感兴趣 菊小姐 那真是太感谢你了 我 我这必须 电话 你不接吗 没事没事 乱打 是白小姐吧 那是 咱们没什么正经事 来来来来 为了我们的合作 听说你和白小姐订婚了 恭喜啊 不是 那个 我们那订婚是 瞎订了 她这追得我太紧了 闭上我 吼了会儿 你吼谁玩着呢 你怎么 你怎么 你怎么来了 我说怎么不接我电话呢 原来你在这儿啊 这位是谁啊 这是 这位是白小姐吧 你好 少点儿跟我套节目 正巧我刚好路过 要不然啊 还真是错过了一场大戏呢 你们继续演 不是 你疯了吧你 你放尊重点 这 这曲小姐 是我们尤其 投资公司的金融顾问 我们在这儿商务洽谈 光明正大呢 光明正大 那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 跟一个金融顾问 跑这种地方来开会 开玩笑的吧你 什么地方 KTV嘛 我们就 我们就是这样这样 这样您轻松点 没那么严肃啊 怎么了 朱总 既然你们今天有事的话 我们就改天再聊吧 不是 曲小姐 咱这 给我回来 你要干吗 朱雅天 现在是不是什么 阿猫阿狗都比较重要 亏我为海耀加班到现在 好 以后海耀的事 我不管了 不要骂 小曼 你慢点 你听我说 你这次是真的误会我了 那我跟那个什么 那个曲小姐 我们就是谈正事的 她爸那公司 要给我们投资 这不是好事吗 那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你说 我每天起早谈还为了谁 还不是为了你 为了海耀 你倒好 背着我在这里沾花惹草 有没有良心 我沾什么花惹什么草啊 我知道小曼你这个 最近很累很辛苦 你现在是海耀的大功臣 所以呢你也有资本啊 你发发牢骚是吧 耍个小脾气 真是可以允许的 但是原则性的问题 你不能诽谤我 那当然是是我不对啊 那个地方太吵了 我没听见 否则我不可能不接你电话的呀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再发 行不行 来来我吧 真的 那 那得发誓 还得发誓啊 这太狠了吧 要不 发款 发款行 发多少 你看你那个财迷样